OK然后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乐观所啊什么叫乐观所呢那么首先啊他呢乐观所在去查询数据的时候呢不加锁啊再去再去啊再去哎他在在啊在查学数据的时候不加锁就是我不我不认我查询数据的时候呢哎我不认为就是别人的会跟我抢他 所以呢我去不加这个锁啊不加锁那么但是不加锁的话啊在我进行更新的时候我需要呢进行一个判断啊在更新时在修改时进行判断进行判断啊在我们这里面进行判断那么这个判断怎么判断呢其实呢就是在我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查询的时候呢哎我不去加这个锁 我是可以拿到这商品的信息有他的库存对吧然后呢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我不加锁他也可以查对吧然后呢等到这更新的时候呢我进行判断怎么判断呢哎我要去判断一下就是判断我们查到的这个库存给我和我更新时候他的库存呢一不一样啊哎判断啊判断那么判断哎更新时的判断更新时的库存 那么和之前查出的库存是否一致啊查出的库存是否一致好这个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啊就以我们这个代码为例对吧第一开始我去查的时候我不加锁我查出来的库存假如说我查的是这个一个对吧我查的是一个啊那我在我这边呢我去更新的时候我怎么更新呢我要给他加上一个条件啊加一个什么条件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比如说updateupdate啊update啊update我们的dfgoosespu然后呢set他的stock哎等于零就减一并且呢这个sales呢给他加上一个一哎对吧写在网上加一假如说我们就写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在后面呢这里面我如果这样写的话他是不是VRID呢等于我们的时期 对吧那你这样写的话是不是直接把它更新了但是我还要再加一个条件加什么条件啊我要去判断这个id等于时期并且他的这个stock等于一好这里面就是对他进行库存一个校验啊你假如说我到我到这里面对吧我们如果这样能更新成功的话说明在我更新的时候我之前拿到的库存就是他我更新的时候库存还是他那是不是没有人对他做修改对吧没有人对他做修改啊假如说我在去更新的时候按照我这个条件 更新它不成功说明有人是不是对库存做修改了你做修改了这个更新最终能不能成功对吧不能成功啊不能成功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这个东西呢就叫做我们的一个乐观所啊在我呢去更新的时候我不做这个哎查找的查找的时候不做不加锁而是在更新的时候呢做一个库存的判断啊判断哎如果在我更新的时候别人把这个库存改了那我的更新呢就会失败啊所以呢这一部分 在哪家呢我们在这里面把我们在这里面把我们这个东西呢悲观锁的这个东西啊我把它保留一下啊保留一下然后呢在下面再来一份来给他上面这个名字呢叫做一啊然后呢我们下面我们改这一份代码啊这份代码呢我们在这里面点开这号那么首先在这里面呢看到查的时候正常的去查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东西呢来查不去加这个锁 然后呢然后呢在后面更新的时候对吧哎比如说在这里面那么我们在去更新的时候呢我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更新啊把这个更新给他拿到我们的这个上面来啊我们把更新把更新呢我们放到这边放到这边去做一更新啊放到这边做一更新然后呢那么在我们这里面更新怎么更新呢我们就不用这个更新了啊我们要用我们这个语句 来更新就update什么什么等于对吧那么这个呢怎么做啊我们就首先在这里面我去呢去保存一下我原始的这个库存就是origin原始的库存我查出原始的库存呢是origin stock等于我们的sq的stock然后我要更新的库存什么呢叫做new stock啊new stock它呢应该减减等于我们的这个inter 看到并且销量啊并且销量我要做更新把new sales等于加等于我们的inter counter啊intercounterOK那么这这个啊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弄完之后呢我最终我是不是要把它商品的库存销量更新为他的吧更新为他但是更新的时候我们要按照这个东西来更新叫做update update啊update我们的这个dfgoosesq然后呢set我们的 stock就应该等于这个new stock并且这个sales呢给他更新为new sales好但是我要在后面做判断怎么换呢vair id等于我的商品的id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换好啊并且并且这个库存应该等于我之前查出来的库存我才进行一个更新对吧origin stock啊origin stock ok那么这个语句对呢我们代码里面怎么写啊你注意啊这样写啊 oder 故事啊故事sq.objects.filter啊filter里面写where后面这部分条件id呢等于sq的id 然后呢stock等于我们的origin stock好长完之后返回的是一个查询集对吧 查询集里面有个方法叫做update啊update好我要把它里面的stock更新为newstocksales更新为newsales怎么写呢 stock等于newstock啊然后呢这个sales等于newsales啊我们在这里面写上一个sales sales啊等于我们的newsales啊ok我们看一下这个啊啊newnewstock啊哎我们这写错了啊newstock等于我们原始的对吧origin stock减等于这个啊 啊newnewstock啊哎我们这写错了啊newstock等于我们原始的对吧origin stock减等于这个啊啊newstock啊 inter counter啊并且这个newsales啊它等于我们的这个sq点sales加等inter counter对吧这就对了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查了说呢这个语句呢就会转让成这个语句啊 那么最终它给你返回的什么呢它返回的是一个数字啊返回的是一个数字啊 其实呢就是返回受影响的行数啊返回受影响的行数啊 他意思呢就是你根据这个条件查出来之后你进行更新对吧 你更新了几行它会把最终的给你返回那你按照我们这个sqid你根据这个条件来查能查出来几行 能查出来几行根据这个条件来查能查出来几行 哎是不是只有一行对吧只有一行所以呢它这个返回值要么是一要么是零如果返回为零的话代表这个更新呢是失败的对吧哎我们在这里面啊如果返回为零代表是不是更新失败了 returns等于等于零这个呢就说明它更新失败了啊它更新的时候和它原始的库存是不是不一样有别人把它改了啊 那么这里面怎么做呢我们就可以呢去失误先回轨 commit rollback啊rollback save id并且呢我返回一个东西啊returns response写上一个res呢 7也是写上一个7啊写上一个7之后呢我给你返回一个错误信息 error message告诉你这个哎下单失败啊比如说我们的下单失败哎写上一个2啊 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乐观所的判断啊就是在我更新的时候我要对它进行一个检查判断我更新的时候这个库存呢是不是和原始的库存呢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OK 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面其实呢就在这边去加了这样几句话啊当我加完之后对吧下面呢我们还是呢去找到我们的这个东西我呢去打印一下它的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呢我在哪找呢我把它往下面来打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做完之后你查出来之后我在这边更新之前呢我去休眠几秒休眠十秒然后呢我把它的东西呢给它打印一下啊打印一下啊打印一下优的是谁stock是谁然后呢在这里面呢去做一个相应的打印啊相应的打印OK那么然后啊把这个打印完之后下面呢我们再来演示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问题找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然后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库存呢给它改成一这个应该现在已经变成零了对吧改成一啊塞的stock等一好然后呢你在这边你去查询它的库存是一然后呢找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我的购物车里面这个商品是不是还有对吧选择点击去结算 然后选择的好支付方式再往下呢在这个用户那么也是呢再给它加进来找到我们的这边点击它点击加入购物车找到这个去结算的页面选好这个东西对吧我们两个呢同时呢再去点一次啊同时再去点一次啊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关锁那么你在这边你看一下啊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你你可以查他也可以查对吧他也可以查啊但是在我们更新的时候是不是要做更新的时候是不是要做判断他俩最终更新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一个先一个后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啊把它来一下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啊我在这里面一点击先点它我们先点它点它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呢给它打开啊给它打开啊然后在这里面呢我在这里面点 点开之后我点击它点击它点击提交好这不是弹出了一条信息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啊点击好他俩现在拿的都是一对吧拿到一啊好那么这个有一个是不是已经提交了啊好这里面看到这边是不是告诉你下单失败另外一个点开之后是不是下单成功对吧是因为他俩有一个先完成他一完成是不是就把这个户层给它更新掉了他一更新掉那你再更新 你一判断是不是跟原始的库存不一样了对吧不一样的话是不是哎返回为零就走这个逻辑了最终是不是报一个下单失败对吧这里面呢是我们这个乐观所啊那么乐观所呢他呢是在这个查询的时候不加锁但是呢在更新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判断哎我要判断啊判断这个库存跟我原始的库存的一不一样啊但是乐观所的话啊他呢里面呢也有一个东西我们要给大家戳一下啊什么东西呢你比如说 我说啊在这里面注意啊我们看到啊再给大家演示一种情况刚才我们两个人是不是抢一个对吧现在呢把这个库存改成这个三啊改成三那么把这个库存改成三把这个库存改成三对吧把它改成三然后呢现在你去查看一下这个库存它呢是三我现在还是两个人每个人买一件但这个东西是不是库存是足够的两个人是不是都应该下单成功对吧那么现在你看一下啊 找到我们这边找到我们这边啊找到这个购物车点击这里面的去结算选中它对吧然后呢我这个用户呢刚刚创建成功了我再给他加过来啊再给他加过来啊我也我也去加一件对吧然后我还去这个上面啊点击这里面的去结算然后呢选到这个支付方式好下面呢我们也是先点它再点另外一个啊那么你看一下现在三件我们两个人每个人买一件是不是两个人都应该成功对吧点开之后啊 点开之后首先先去点它然后呢再去点这个啊我们把这个先拉过来好在这里面点击好它弹出来了对吧然后呢点击好它也弹出来了那么现在你看到啊两人现在拿到都是三对吧好那么这个啊有一个呢已经commit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最终这边哎给你告诉你这个下单失败啊那么最终这边哎是不是创建成功那么这种情况你会发现对吧 我们本身是不是两个都应该下单成功但有一个成功有一个失败了啊好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里面乐观所的就是我认为别人没有跟我抢我更新的时候我做一个判断啊如果跟我之前的东西不一样它就说明有人已经把它改了就我更新失败了对吧但是我更新失败之后是不是并不一定说这个商品库存就是不够的对吧就是不够的啊并不一定说明它是不够的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能直接的再给它去roback啊直接返回那么怎么做啊我们它既然失败的话说明确实有确实在我更新之前有人把这个库存改了哎有人把库存改了但是呢我应该回过头来再尝试的去再再来几遍对吧我再尝试去更新一下我再去查一下再来这里面去更新一下对吧我们可以在这边呢给它尝试三次啊怎么尝试呢 就是我可以呢把这一部分东西呢给它放在一个循环中啊把我们这一段代码呢给它放在一个循环中就在这里面尝试几次呢我可以呢在这边呢给它尝试三次啊放i应我们的问解三对吧你更新失败一次之后不代表库存不读我让你回过头来再尝试两次啊如果呢你连续三次都失败了那这个订单就让你下失败啊这种概率啊一般三次之后啊 这种情况就不如果库存够的话啊这个下单是可以成功的啊哎那么所以呢在这边尝试一下之后我们在这里面呢哎放i等于三对吧如果如果我这更新为零的话那么我需要在这里面做一个判断啊当我们如果是尝试到第三次的时候这个i应该等于几哎等于几啊二啊所以呢你在这里面执行到这个位置如果is等于零我们在里面做一个判断的吧并且这个 i等一等二的话说明是不是尝试了第三次了哎这是尝试的第三次啊尝试第三次都没有成功啊尝试的第三次当尝试的第三次都没有成功的话我就让你下单失败我就直接对吧是不是return哎直接啊你尝试完三次之后你还失败我就直接给你返回下单失败啊让你下单失败好否则对吧假如说不是二的话我们就应该呢 继续的回过头来再去做一次对吧直接写上一个continuecontinue是不是继续回来再再去查一下再去判断对吧好这是continue啊那么同样的话假如说我用户一次就更新成功了你这边到最后是不是应该跳出这个循环对吧假如说他一次更新成功了他只要执行到这边我就应该去跳出这个循环啊在这边需要呢去跳出我们的循环啊跳出 循环哎跳出循环啊OK这是我们写的这样一个东西啊就是在这乐观所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呢再去进行尝试啊再进行尝试这边呢我们是尝试三次啊尝试三次如果尝试三次都失败那就直接下单失败啊否则那么成功的话就会直接呢去跳出这个循环好当我们写完这个东西之后对吧下面呢我们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还是把我们这个库存量给他改成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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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你在这边你一查哎他的库存量就是三然后呢至于刚刚呢这个呢我们下单失败了对吧另外一个呢下单成功我们给他再加过来找到他的购物车找到用户中心啊点击然后呢加入我们的购物车去到我的购物车这边点击去结算然后呢找到我们这边好现在呢我还是先点他再点后面一个啊那你注意这里面呢现在我们写完尝试之后啊他就应该有一个尝试的过程啊所以呢在这边点开他之后我们在这里面 再加一句话啊我在这里面写什么呢我给他加上这个第几次啊 times times啊然后呢写上百分之后在这边写一个i写一个i啊哎我们除了打印这个东西还要打印出第几次啊然后注意在这里面呢首先点开一个啊我们先把这个终端给大家打点开啊把这个终端给大家点开然后呢我现在点一点好首先先点击他那你注意啊我一点击他哎是不是出来一个对吧然后呢我再点击他啊我再点击他那你在里面你注意啊看到啊 找到这样一个东西啊这里面是不是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对吧stock得等于三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被提交了对吧他提交完之后库存是不是改了哎但是你看一下啊这个人查出来库存变没变看一下啊你看他尝试了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对吧然后他又尝试了一次啊然后呢你看他尝试到第三次的时候他最终报一个什么结果啊好哎最终是不是 还是给你报一个下单失败的吧那么这个什么问题呢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啊就是我这个第一个用户这个请求是不是确实完成了完成之后他是不是就应该已经把它更新了但我这边或许出来的值他有没有变没有啊但你实际你看一下这个数据库里面你看一下这个库存是不是变成二了好那么这个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给大家去讲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 事物之间我们说呢有一个特点叫做隔离性对吧但是数据库的事物之间它的隔离性分为四种级别啊事物的隔离级别分为四种好那么首先第一种呢叫做read commit读取未提交的内容好这个什么意思呢假如说有两个事物对吧我们假如说啊这边有两个事物一个呢叫做事物哎另外一个呢叫做事物B好我在事物 我A里面执行了一个语句比如说我执行了一个插入语句对吧哎我插入语句之后呢但是我这个执行完插入语句之后我这个事物还没有被提交就是我最终我可能提交也可能回滚对吧哎可能提交也可能回滚啊但是呢只要我一执行这个语句如果是这个隔离级别的话只要我一执行这个语句不管我的事物有没有被提交你事物B就可以呢拿到我去insert里面的内容啊 这就叫做读取未提交的内容好那么这种情况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叫做脏读啊脏读啊什么叫做脏读因为我执行完这个插入语句之后我并没有被提交对吧最我并没有被我提交之前你就可以拿到我的数据但是我最终我可能把它进行了一个回滚对吧那么你拿到的数据哎它是它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叫做脏读啊这是第一种 隔离级别啊第一种隔离级别啊叫做读取未提交的内容啊读取未提交内容啊OK那么第二种内容叫做read commit啊读取提交的内容那么这个你注意啊什么叫做读取提交内容也是两个事物一个呢叫做事物A另外一个叫做事物B啊另外一个叫做事物B啊那么这个事物A还是以我们那个例子啊我在事物A里面我insert一个语句对吧 然后呢在我去提交之在我去提交之前你呢拿不到我里面的内容我只有我提交之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呢就到第二种级别叫做read commit读取提交的内容啊读取提交内容那么然后呢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的啊这一个事物的隔离级别呢它呢是我们Andrea啊它是大多数数据库默认的事物的一个隔离级别 但是不是这个mind cycle的啊不是这个mind cycle的啊好那么这这个啊好那么这是第二种的隔离级别然后第三种的隔离级别叫做repeat table read啊叫做可重复读可重复读啊那么这个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一个就是mind cycle默认的一个隔离级别啊mind cycle默认的隔离级别啊mind cycle默认的隔离级别那么这是mind cycle数据库默认的事物隔离级别 那么这个时候啊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还是两个事物一个呢是事物A另外呢一个是事物B就我事物A我往里面去假如说我更新的一个东西对吧我们把库存量改成了2那么我改成2之后啊你拿的你你事物B你拿到的还是你第一次拿到的3就我更新完之后你也拿不到我更新的数据啊这叫做可重复读 那我们刚刚例子这边你之所以看到这个stock的inseng对吧另外一个已经把它更新了但是你就是拿不到这个哎更新的库存你拿到是不是跟第一次一模一样这叫做可重复读啊可重复读OK啊这是因为他默认的事物之间的一个隔离的级别啊那么可重复读出现的什么问题呢叫做这个换读啊那么什么叫做换读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换读 那么比如说啊在一个事物的两次查询之前数据的比数不一致啊什么意思啊就数据的列数不一致啊你假如说一个事物查询了几列数据对吧然后在你在你查询的另外一个事物呢他在这个时候呢去往里面又插入了新的几列数据你在接下来再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多了几列数据啊这个叫做换读啊就是你本身假如说你本身你第一次查的时候他有三列对吧然后在在你第二次查的时候呢 哎另外一个事物呢往里面又加了三列数据你结果你一查是六列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叫做换读啊叫做换读啊OK那么这这个啊这是换读啊那么然后呢再往下这种呢就是可串行化的这种级别啊这是你注意啊这个是最高的一个隔离级别啊就强制事物之间进行一个排序不可能产生这个冲突啊就解决这个换读的问题 解决换读的问题那么但是呢会导致这个锁的竞争啊锁的竞争哎有可能的时间啊比较长处理性能就比较慢了啊这是他最高的一个隔离级别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我们说MySQL默认的隔离级别就是他但是他的这种级别就导致了我们刚刚问题的一个发生对吧我拿不到更新的库存就导致我一直呢是失败的啊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做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拿到你更新之后的内容 所以呢需要把这个MySQL的事物级别啊给他设置为这个reader commit啊读取提交的内容 那么这个MySQL的事物的级别怎么做设置啊找到MySQL的日识文件啊找到MySQL日识文件啊这个呢你只需要找到你MySQL日识文件找到它 然后在我们这里面呢直接sudovi etc下面的MySQL MySQL configd MySQLd.config对吧找到这个日识文件然后找到之后呢找到它里面的配置项啊你注意在配置项找到MySQLd 然后你注意啊你们的找完之后它的最后面scape后面没有这一行没有这一行你要在后面呢加上这一行把这个前面的警号呢去掉 那么注意啊你们需要呢加上这一行加上这一行叫做transaction resolution等于reader committed啊就是意思呢是读取提交的内容对吧 那么设置它的级别呢为读取可提交的内容啊然后呢把这个东西配置文件设置好之后下面呢直接保存保存完之后干嘛呢重启你的MySQL服务啊 sudo service MySQL restart啊restartok把它重启 好这边已经重启了对吧你重启之后啊你的事物的隔离级别已经变成了这个读以提交对吧这样的话啊 只要这个更新之后我们一定可以拿到这个更新的库存那达到更新的库存我们是不是在第二次就应该是成功了哎看一下啊那么按照我们这个逻辑我们现在呢他呢刚刚没成功我一会让他再买一次然后呢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把我们的这个库存量呢给他改成三然后呢去做一个查询好库存量是三然后下面呢这个用户里面呢也要去哎再去加一下啊因为他已经买成功了在这边找到用户中心找到他加入购物车 好这里面呢我在这个位置去我的购物车对吧点击去结算然后呢选择好这个东西好那么下面呢这里面呢也是呢好我们下面啊还是先点他你注意啊我还是先点他我还是先点他啊点完他之后我再去点我们的这个他啊 哎我们先点我们先点他啊点他点一下好出来一个对吧然后呢继续点他好俩是不是都出来第一次都是三对吧然后有一个应该先更新完成啊好有一个已经更新了对吧那你看下面拿到是几 是不是二二二是不是一判断没人改了是不是应该就成功了好找到啊等一下啊OK是不是也创建成功了这是不是解决了我们哪个问题了两个订单都是成功的啊都是成功的啊这样的话就解决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你读取不到别别的事物提交的更新的数据啊这个问题 最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要多去尝试几次对吧哎一般你尝试三次之后啊如果你还不成功的话这个订单呢就失败啊三次之后哎还不成功这种概率呢是如果库存够的话啊还不成功的话这个概率呢是微乎其微的啊微乎其微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你需要呢做三次的尝试啊在这个哎我们的这个乐观所里面那么但是在这里面还是呢你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需要呢 一定要去设置这个MySQL事物的一个隔离级别啊否则的话你即使长制三次你下单还是失败啊还是失败啊叫做read committed啊设置为独以提交那么这个的话你像这个独以提交啊它呢是大多数数据顾目的隔离级别啊但是这个MySQL呢就是与众不同他非要弄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将果啊我们的将果在2.0的版本里面已经啊决定在将果里面 联署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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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目的这个级别呢就给它改成这个读读取提交的内容啊读取提交内容哎这个呢所以你就直接在你的文件里面呢把它做一个配置啊改变他的事物隔离级别啊最终的这个问题呢就可以解决啊可以解决好这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乐观所啊